大家好,今天先講中美元首會晤,美國真的講一套做一套 另外,美國要低聲下氣,關鍵是國內的通脹問題太嚴重,需要中國幫忙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6日跟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頻會談 會有雙方吹和風,沒有喊大交 大國外交談判通常都是講一套做一套 懂得看就要看官員吹風,從吹出來的風向 你要知道他說的一套是想說什麼,從而推敲他做的一套是做哪些其他事情 通常是吹風說到輕描淡寫的事情 白宮之心官員,星期日傍晚就舉辦了一場拜習會的背後吹風會 事後,美國之音的標題是這樣說的 拜習會週一晚登場,拜登將坦率直接提台灣人權等議題 從報導可見,這場白宮吹風會內容豐富,主要包括幾個方面 第一,此次會談非常重要 白宮之心官員就對美國媒體說 這個是拜登總統上台之後 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面談 即是之前兩人已經經過兩次數小時的電話會議 但是這次視訊會議雖然不是實體會面 但是能夠透過比港電話更好的方式來溝通 加上,台灣中國近來的政局發展 習近平習權力一新,美中兩國元首直接對話 對於負責任的管理美中雙方的競爭是非常重要的 聽完這麼說就知道,美國想突出這次會談的重要性 固然是視為拜登的外交成就 第二,美國聲稱的主要話題 白宮之心官員就說 在這次會議上,拜登總統將會強調的兩大關鍵議題 第一,是要確保競爭不會演變成為衝突 拜登將清楚說明美國的動機和優先事項來避免誤解 希望透過對話建立所謂常理性互難 希望保持暢通的對話管道,避免誤算或者誤解 借此來維持負責任的兩國競爭 他講到的第二個關鍵焦點 是說拜登將會和習近平討論美中之間的兒童之處 拜登將會告訴習近平美國關切中國的某些作為 包括中國政府對企業的補貼 他的經濟作為、人權 中國對台灣的脅迫性 並且有挑釁性的作為 還有科技、網絡戰略等等 也包括氣候變化、健康安全等國際議題 也都是美中利益相較之處 也都是討論的議題 美國之音就問這個白宮官員 拜登總統對台灣安全的承諾 對香港、西藏、新疆等地人權的堅守方面 將會提出什麼互難呢? 思心官員就回應了 拜登自然和習近平的多次對話當中 都清楚表明美國的立場 在周一晚的拜集會上面 也都會對習近平坦率 而且直接地清楚表明 人權是美國的基因 是普世價值 而美國關切中國的侵犯人權 我就認為 沒有講到人權一定會大大聲強調 在會談中會提出 這就是他要講一套的事情 在以往的外交談判當中都是經常出現的 但這些都是死議題 大家沒什麼好談的 你說完你的立場 我又講我的立場 很難找到共同點 但白宮資深官員如此強調 只是想向愛好這個議題的國民交代 美國資深也很懂得做 將拜登將坦率直接提台灣人權等議題 造成標題 廣泛告知美國人總統會提這些 第三,隱藏的真焦點 白宮資深官員中會議目標講到輕描淡寫 強逗這次拜集會並沒有設定特定要達成的目的 所以包括最近受到熱議的中國發展核武 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關稅等議題 都並沒有預期在這次商品會談中 達到什麼具體成果的 資深官員說 兩個人將會談到幾項經濟議題 包括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多次公開指出 將會利用國家資源補貼企業 也將會提到供應鏈的問題 不過關稅問題就沒有排在美國的議程上面 我就覺得白宮官員一方面做期望管理 說不期望達成什麼成果 另一方面也將經濟、關稅等要中國配合的領域輕輕帶過 但我就認為這些才是真焦點 也是活議題是有得談的 你看這次市民峰會 美國財長耶倫也在座 就看到經濟其實是重要議題 美國頂不順通脹 想減中國有貨的關稅 希望中國有回報 想中國多點買美國貨 想人民幣不升值 而免有輸入性的通脹 想中國協助美國解決供應鏈的問題 中國看到你肯讓步這些話題都可以談的 最後一個白宮資深官員說 拜登總統在習近平視訊會面之前 將會先簽署各位通過的 基礎建設投資就業法案 因為過去十個月以來 拜登政府所做的事 就是要確保美國在長期方面能夠贏過中國 在外交方面 跟前屆政府的單邊主義不同 拜登政府主張激烈而且有影響的外交 整合盟友和夥伴 一同撐寫防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國際規範 並共同面對挑戰 包括剛結束的世界氣候峰會 羅馬舉辦的知識峰會 印太地區和東航的會議 和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都是這樣 我聽起來好像美國很厲害 吹風很風滿 現實就很骨感了 在兩個領袖真正會誤之時 拜登就說 他願意明確重申 美國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 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 無意跟中國發生衝突 美國政府致力奉行長期一貫的一個中國政策 不支援台獨 希望台獨的地方保持和平穩定 拜登的會議中 沒有擺出強硬的高姿態 吹風說一套 現實做另一套 你有表示中國也可以有回報 中美關係 我估計暫時就可以吹些和風 美國要低聲下氣 關鍵是 美國國內的通脹實際太嚴重 要求中國幫忙 美國國會三部發表評論文章說 過去六個月以來 美國正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危機 而政府的政策更加令美國經濟走向慢性自殺 消費物價指數CPI是衡量通脹的重要指標 今年10月美國的CPI和去年相比 飆升了6.2% 在過去31年以來增長得最快 這一項由美國勞工統計局公佈的數據表明 通貨膨脹幾乎影響了美國經濟各個方面 例如牛奶價格增長了17% 雞蛋價格增長了42% 而能源服務價格增長了11% 除了牛奶、雞蛋、肉類、汽油等等有用品的價格上漲之外 通脹為美國人帶來的負擔 還包括在一些高價產品和服務方面 通脹危機 令到數百萬美國人退出房地產市場 不敢買樓 也會令很多家庭負擔不起買車之類的重要產品 8月至9月 美國汽車成交率下降了7.3% 在美國經濟迫切需要增長的時候 這些關鍵市場正正在著冷卻 美國專業汽車評價公司海利南皮書12份的數據顯示 自從2020年年底以來 美國新車平均價增長了5000美元 即大約是39000港元 目前美國的車平均市價是45000美元 即大約35萬港元 今年至今已經增加了15.2% 創造歷史新高 美國媒體就說 近幾個月以來的嚴重通貨膨脹其實有跡可寻 美國政府的大規模新冠疫情的封鎖措施 令到供應鏈造成巨大問題 這個問題需要花費幾個月 甚至幾年的時間來修復 另外 在過去一年半的時間裏面 聯儲局、國會 現任和持任政府也都導致價格上漲 這個結果 原本可以預料 也是可以避免的 美國國會三部就進而批評 白宮公公通過的基建計劃不合時宜 他說美國政府無疑 正用經濟走向慢性自殺 這個計劃將花費政府1.75萬億美元 用於一系列的政府經驗項目 已入大量不必要的救助上面 這樣將會導致美國預算大幅上升 如果聯儲局和聯邦政府 在疫情大流行之初 能夠幫助有需要的人群挺過難關的話 如今的通脹危機或許可以避免 看完美國的評論有幾點總結 一、美國6.2%的通脹率太高 有供應鏈的問題 一時深刻解決不了 二、美國聯儲局11月決定 每月減少賣債150億美元 但不是收水 只是減少而已 即是每月賣債的金額減少 聯儲局仍然會賣 資產負責表仍然會上升 仍然在放水 所以更加貼切的形容 美國不是收水 只是減慢放水 央行繼續放水 通脹自然向上 除了美國政府剛剛通過的1.75萬億美元的經驗計劃 亦都會高高通脹 三、中國狀態就好得多 中國10月CPI同比上升1.5% 雖然都是向上 但沒有更大風險 總的來說 結論就是 美國要向中國求救 自然就不能擺這麼高的姿態了